我用了一天之後 我隔天再進去那個房子 一點都不誇張 它的味道真的少掉太多太多了 哇賽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這商品真的是無敵超級棒 我一定都先噴四季癌 因為我要抗菌 然後我再噴薄荷 因為我要除臭 我不管噴空間就是空間空氣 然後或者是我認為 因為氣味它其實是會沾附在任何東西上面 我自己對這一瓶真的真的超級有感 因為我一開始四季啊 我們都以為它其實就是跟酒精一樣 只是它比酒精不傷 但是我後來發現啊 我自己戴這個髮袋 因為它是織品 所以你有時候頭皮悶著 你其實也是會很容易有點出油出汗 所以其實你不可能去洗它吧 通常大家這種髮袋的東西都不太會洗 所以我是一個頭皮非常容易過敏的人 所以其實我之前在沒辦法戴這種髮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很容易悶著 然後我接下來頭皮就會癢 然後如果這個頭皮這個髮袋 如果你不心理的話 你頭皮又癢 那你根本就沒辦法兼顧 然後我現在戴這種髮袋 我就會回去的時候 我就會噴四季癌 對我就會內外我都會噴 然後噴完之後其實像我這樣子使用下來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頭皮癢的問題 四季癌真的是蠻好用的 我們家門口也是放一罐 然後除臭的話是真的兩間廁所我家都有放 然後真的就是 我覺得它除味真的很厲害 就是你上一個人真的味道很重很重很重 它真的噴完大概十秒內 那個味道就挖解店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那一些細節的除菌 真的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對 但是因為以往我們習慣就用酒精 但是酒精其實真的非常的傷手 而且也很傷你的呼吸 對 因為酒精其實 對阿太刺激了 因為像我就是確診過後之後 其實我的呼吸道變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有太過刺激性的氣味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受不了 都會受不了 會是 對 所以如果說像我們現在的環境有這麼多不可控因素 我覺得要做到一些生活居家的抗菌 其實市集安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